欢迎收听灵魂花精神秘学 我是西西 那很多人呢 都在听我们这个 灵魂花精神秘学的节目之后啊 当然我们都会知道嘛 灵魂花精呢 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就有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有12种灵魂性格对吗 那每一种性格呢 其实呢都有它正面的 也会有它负面的地方 也就是说 没有哪一个是真正好的灵魂花精性格 哪一个是比较不好的灵魂花精性格 其实是没有的哦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当我们的负面特质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一些方法 或是透过灵魂花精来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灵魂花精性格 这才是最重要的哦 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分享啊 嗯大家对心想事成都很有兴趣嘛 每一个人呢都希望 呃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呃能够想什么就有什么能够点识成经 对吧 那今天呢我就要来分享 有一个灵魂花精性格的人其实他最容易心想事成哦 现在就赶快来 比较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符合这个特质 也许你就是这个灵魂花精性格的人 好 那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心想事成 那心想事成呢在这个人身上不只是口号而已 他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虽然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而且天天都在使用他 但是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在心想事成的时候 是你内在渴望的呢 还是你的心想事成是你内在不想要的恐惧 这会有点复杂吗 好 比如说你希望拥有一个月 好 比如说十万元的收入好了 这是你内在真正渴望的吗 你真的渴望有这十万元的收入 还是因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 呃 需要的花费很高 或者是通货膨胀 你需要支出的开销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有一些害怕 呃 钱不够用的这些恐惧 匮乏感 于是你希望拥有一个月十万元的收入 你是哪一种呢 如果今天呃 你希望拥有十万元 是因为你希望他可以让你 比如学习新的技能 呃 或者是呃 带着心爱的家人 呃 去吃一段丰盛的晚餐 或者是呢 你希望拥有一栋 呃 你梦想中的房子 然后让你所爱的人 在这个房子里面 在这个家里面能够住得很舒服 很幸福 很开心 这个就可能是你内在渴望的 那如果呢 你是出于啊 因为有好多账单要求 因为支出开销越来越大 那么你希望拥有十万元的这个背后的目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些恐惧哦 所以这是有差别的 你需要自己去呃 花一个时间安静下来 然后去写下你内在渴望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就可以找到你是真正渴望 还是你是因为有不想要的呃 害怕的那种恐惧那种抗拒 那么在巴赫医生的十二种原型性格花精里面 还有我们这个解心花大厦老师呢 他在灵魂花精深入研究发现之后 铁线连灵魂花精性格的人 其实是最能够心想事成 那就像刚刚说的嘛 呃 每一种灵魂花精性格都有他正向跟负向的一面 那么以铁线连的负面特质来说 嗯比较尝试一种心不在当下 呃 你可能会发现他的魂都在飘在上空啊 飘在他的梦想里啊 在白日梦里面呢 他总是呢 会忘记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喜欢做白日梦 有的时候他那种忘记呢 嗯有可能是刻意不想要 记起他而可以忘记的 那他们的行动力呢 也不太足够 也不太足够 所以在与这个负面铁线连特质的人相处的时候 就不能够去太逼迫他 因为这种逼迫呢 会使得呃 这一类型的人退回自己安全的世界里 那如果呢 今天这个铁线连特质的呃 状态平衡好了之后 他当然就可以把他的正面特质发挥到最好嘛 那也因为他的心想事成是天生的 所以他对于梦想啊 还有未来的那种想象 是可以想到很细节很细致的部分 呃我们在写愿望清单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冥想我们愿望实现的画面的时候 你还记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吗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 你要写的很详细 比如说我希望吸引灵魂伴侣 那你要写的再细一点呢 他身高多少 他的长相怎么样呢 呃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呃或者是你很在意收入吗 或是你在意他的家庭背景吗 就是你这一些都要写的非常详细 吸引来的呢 才会是你内在呃 跟你内在真正渴望是一致的嘛 那包含我们在冥想的时候也会说 呃当你在冥想你梦想成真的画面的时候 你要去想的更细致更细微 这样为什么要更细致更细微 因为当你很细致很幸违的时候 会引发你内在那种很幸福 很开心那种很深层的感觉出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这个呃你的梦想有一个很美好的共振 然后让他呢能够进到你的呃生命里面来 那这个时候的他们呢就不会再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百日梦咯 他们是可以呃将自己的梦想去真正的付诸行动付诸实行的 就不再只是动脑想然后不去行动 那也许呢有一些朋友他听到这里就会发现说 哦我有这些负面特质 那我知道我是铁线连的灵红花精的人 那如果有的人他本来就很正面呢 就是比如说铁线连的人本来就很正面 那也很好 就是你只要呃去发现说 呃你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 针对你的梦想 你有很多的想象 你有很多的想象 然后你都可以想到很细微 你可以想到很细致 然后你有很多的目标 同时你能够很积极的付出行动 那么你就是属于铁线连灵魂花精性格 呃正面特质比较突出的人 也就是已经平衡好了 就不用太担心或是想太多咯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那么如果你目前啊 生活中有遇到一些 比如说议题 那你希望呢可以转化 或者是可以登上一层楼 我们呢信与爱幸福银行家 有非常多资深的老师 呃有提供很多项的身心灵療语 咨询跟服务 呃可以为你的灵魂议题 做客制化的服务 你可以与老师呃做深入的探讨 都没有问题 呃希望老师呢 跟你们呢可以一起开创一个新的美好的人生活 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好 那么最后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欢迎为我们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